伊波拉疫情全球绷紧神经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允许使用实验性药物 治疗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 另外因应赖比瑞亚政府的要求 美国同意提供实验药物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也表示 会提供自制实验疫苗给西非国家 数据显示 赖比瑞亚、狮子山、吉内亚和奈及利亚 已有至少1848人感染伊波拉病毒 其中1013人死亡 美国加州马普公司研制新药 治疗伊波拉感染者 两名受感染的美国人 在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 病情有好转迹象 但接受同样药物治疗的西班牙神父 周二却在马德里身亡 赖比瑞亚总统瑟利夫之前曾表示 赖比瑞亚病患愿进行临床实验 希望美国提供药物 马普公司承诺会无偿提供药物 但表示药物送往西非后 库存将耗尽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今天也表示 将提供自制伊波拉实验疫苗800至1000剂 给西非疫情严重的国家 以上这两种试验药物 目前均只在猴子身上做过测试 还没有进行过人体安全评估 新长人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译 新长人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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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